来 完了之后我们来看到言葉と表現 来看到自由语表现 语法第一条 第一个动词讲到这个deru 我们第一个语法呢 是把这个deru的一些意思呢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汇总 我们把这个地方全部拿出来给大家来讲一下 来 我们平时用到的deru有很多很多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提到呢 首先这个我们先不看啊 这第一句话呢是课文当中的原文 我们先看一下平时所学过的一些意思 接触到的有哪些 比方说deru除了像部屋を出る 就是这个厨房间啊 部屋を出る 比方说后面还有说外へ出る 就是出去外出 这边还有一个旅 旅に出る 是表示出去旅游 去旅行 会社に出る 指的是上班 涙が出る 是表示流眼泪 那么这些都是平时经常所看到的 那我们经常用到的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意思 那比方我们来 首先看到前面的这些句子强调的是什么 銀行の機械にカートを差し込めば 假设 を 最想 に 这个地方是表示把东西插到哪个地方 就是如果将这个我们的这个银行卡呢 插到银行的这个ATM铸卡机里面呢 現金が出てくる 就会有现金出来 那么 出る 是表示出来 数日前の新聞に 何々という図書が出ていた 啊 这主要句型是强调的 看 図書 这个我们之前讲了是表示这个投稿的意思 那么 に 是强调在这个当中 我们说到他这里 句子意思是说 前几天的这个报纸当中 有一个什么呢 刊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投稿 那么でる其实还有看灯和灯在的意思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待会儿会要讲到的 我们先在这里先提前先接触一下 来 往下面走 目の前で 雑や 家庭が戦風から出ていくと 金を使った という実感が強いので 好 这都是课文的原文 只说了一个部分啊 我们首先从这个地方单独先理解一下 首先这个地方で 是表示在眼前啊 当着这个就在自己的眼前怎么样呢 把这些钱啊 纸币 札是纸币啊 かへ 是货币 那 比如这个硬币啊 然后就我们把这个钱啊 硬币呢 从这个钱包当中取出 でっていく 拿出来的话呢 好 后面说是 お金を使ったという実感が強いので 因为 就当着我们自己的面前呢 把钱从钱包给掏出来 去花 去使用的话 这是比较有花钱的真实感受的 好 我们来看到 下面的句型 这个我们在课文当中结合前句 我们再来 好好地理解一下 我们首先看到 でる的这些具体的意思 做一个分类 首先第一个 でる 出现 露出 或者出没的意思 来 比方说第一个 笑うと えくぼが出る 笑うと えくぼが出る えくぼ 是表示 酒窝 ど 表示 一怎么就怎么 那我们表示 一笑呢 脸上就露出了 酒窝 露出了酒窝 出る 是表示露出了 好 往下面走到 这边的句型 台所に こきぶりが出た こきぶり 蟑螂 那就是说 に 是表示 在这个地方 が 出る 这里很简单 是表示 出现 或者出没的意思 表示 这个厨房 有蟑螂 有这个 从你讲下 是表示 厨房呢 有蟑螂 台所に こきぶりが出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种 意思 表示 通道 走道 或者通往 什么什么地方 来 比方说 第一个 ここを まっすぐ 行くと そしゅうが 出る 那么 这里 是强调的说 まっすぐ 是 鼻直 一直 那么 沿着这个地方 直走的话呢 沿着这直走的话呢 就会 走到 这个 这个苏州的 这个河岸 河边 往下面走 通向 就是这个意思 往下面走 どこへ出る 道かしら どこへ出る 道かしら がしら 之前提到过了 相对于 女性的一种 疑问句的感觉 那么 这是 往哪的路啊 这是通往哪的路啊 どこへ出る 道かしら どこへ出る 道かしら 嗯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意思 好 是表示有 退出 离开 甚至还有说 离婚 因为课文当中 例句当中提到了 所以我把这个补充在这个地方 出る 有一个表示 离婚的意思啊 好 来看到第一个句子 学校出る もう十年にもなった 学校出る 学校出て もう十年にもなった 你看我离开学校 もう已经是十年了 那么 になる表示一个结果 も も 经常可以表示 强大一个时间 或者数字 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你可以翻译成 近什么什么 你看 我离开学校 已经近十年时间了 来 我们再把这个句子 读一下 学校出て もう十年にもなった 十年にもなった 好 仍然还是这个意思 来 我们看一下 上面这个句子 あの夫婦は よく言化しては 出るの 出ないのと 大騒ぎをする 前面呢 很简单 经常闹意见 这对夫妻呢 经常的吵架 然后后半部分 我们看到 どう 是一个引用著词 那么 大騒ぎをする 是大吵大闹 那么前面是内容 闹到什么样的情况 闹到了 离还是不离的地步 出るの 出ないの 但是离还是不离啊 你看 再结合前面的句子 あの夫婦は よく喧嘩しては 出るの 出ないのと 大騒ぎをする 那对夫妻经常吵架 经常会闹到 离不离婚的地步 来 往下面走 发生 发生情况 或者 某种事情的发生 我们比方说 第一个句子 说他说 子供 这个地方是用的小孩 就说 あの子は あの子は 風をひく 風をひく がま と一感冒 就会 熱かてる 就会 感冒 强大 这个地方讲错了 熱かてる 就是 发烧 会出现这种症状 发生的意思 あの子は 風をひく と 熱かる 那孩子 只要一感冒 就会发烧 出现这种情况 发生 好 来往下面走 とても 大事な 書類だから 这个書類文件 ミスでも 出たら 困まるよ ミス 是一般指的 这个小的错误 でも 表示 例句 ただ 是 假设 你看 这因为是 非常重要的 一份文件 所以哪怕 出了一点点 小的 出了一点点 小的 这个错误的话呢 都会非常麻烦 困まるよ 困まるよ とても 大事な 書類だから ミスでも 出たら困まるよ 好 来往下面走到 第五个意思 这个地方是表示 发表 或者刊登 其实我们刚刚在 最开始那个 课文的原文当中 提到了 有一则这样的 刊登的消息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出る 来我们来结合 这个新的这个句型 理解一下 この単語は 新語だから 因为这个单词 还是一个新词 所以 実証には 出ていないだろう 出て 但是 这个字典里面 还没有 这个 用到否定的表达 好 往下走到 这个句子 说 昨天的这个报纸上 に 是表示 在这个当中 怎么样呢 昨天的报纸上 刊登了 李老师的这个文章 刊登 发表 昨日 昨日の新聞に 李先生の文章が出ていた 你看 这里已经说到这个五个意思了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用的时候呢 要还是把意思给记清楚 我们翻译的时候 我们可以便于自己的理解 来看到第六个 还有意思说到 想出来 来自 或者什么什么东西 批下来 来比方说到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说的一个句型 说 答えがどうしても出ない どうしても 我们好像在前两课就提到过这个用法 配合否定 表示 怎么也无法 怎么都不能怎么样 强调这个答案呢 我似乎都想不出来 どうしても出ない どうしても出ない 想不出来 この情報は 確かな すじから 出ている 好 我们看一下 他说这个消息 或者这个情报 怎么样 这个地方呢 から 是表示 来自什么呢 出ている 来自什么 正好用的这个是 来自 確か的 是行动词 表示可靠的 确信的 すじ 连在一块 其实 確かなすじ 是一个经常搭配在一块使用的 表示 可靠的消息来源 或者渠道的意思 那么这个消息 来自 から出ている 来自 可靠的途径 和可靠的消息来源 好 继续走 役所から 許可が出た 那么这个就是 我刚刚讲的什么什么东西下来了 给批下来了 那么 这个 说到政府呢 把这个许可给批下来了 啊 啊 役所 役所 役所から 曲可は出た 曲可が出た 好 第七个意思 表示出发 那么 南京行急急行は10時に出る 急行是表示快车的意思 这个单词 我们可以 一般呢 是读作雪 啊 也可以 当然也可以说成 雪 雪 和雪 都行 表示开往时向 啊 这个开往南京的这个快车是10点钟出发 嗯 好 船は8時に港を出る 这个出る强调是离开港口 其实也是一种出发 那么我们说船呢是8点离港 船は8時に港出る 港出る 支付的意思 比方说 第一个单词 收到 交通費は出ますか 電話代は出ない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我们来看到 这个支付啊 在这个地方说的是呢 公司 报销 这个交通费 就是表示会支付 会报销 这个交通费用 电話代 代是个结尾字 表示费用 电話代 就是电话费 电话代は出ない ことになっている 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是表示规定 规定或者制度的意思 这个也是在之前讲到过的 其实原型呢是 ことになる ことになる 是表示规定 那么公司的规定是 可以报销交通费 但是不报销电话费 支付的意思 在这里 好往下走 会社の経営も良くないので 由于公司的 由于这个公司的 这个经营呢 不太好 那么 ボーナスはもう出ないでしょ ボーナス是奖金 もう 不会 那 出ないでしょ 今年的奖金 估计 不会有了 会社の経営も良くないので ボーナスはもう出ないでしょ 好 デリ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 全部都讲完了 来 我们接着往下走 看到第二个语法 第二个语法 强调的是 这个单词 無駄 那么 由無駄構成的词 有很多很多 这个主要意思表示 看到这边 我用这个颜色 这个标注出来 我们看到 第一个是徒劳的 白费的 那么 很多很多的意思当中 都会用到無駄 构成一个新的词 比方说 無駄 无駄構成的词 无駄構成的词 大家会觉得是什么意思 足是脚 那么无駄構成的词 对 就是白跑一趟 白跑了 无駄構成的词 这个词呢 记得 因为是一个复合词了 我们这个 可的翻译呢 是读作 ガ ガ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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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駄構成的词 白写了 白写了 無駄構成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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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表示 闲话或者是 废话 闲话 废话 無駄構成的词 無駄構成的词 好 你看 意思都跟大家提到了 來 我们把这些词 最后一起來讀一下 無駄構成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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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废话 或者是 没用的 聊得闲聊的话 來這邊說無駄構成的词 無駄構成的词 都有帶有無駄的 這種感覺的 來我們來看它下面的這個 說到無駄的這個 新的一個例句當中 說到的說 カートで買物をするのは 無駄使いの原因になる カートで 我們用我們的信用卡 進行購物的話 會造成乱花錢的一個主要原因 會造成乱花錢 になる結果 好 我們再一起來讀一下 カートで買物をするのは 無駄使いの原因になる 來往下面走 先生がいなくなると 早速 私達が無駄話を始めました 來這個地方強調說 いなくなる いなくない 是不在 なくなる 的變化 只要老師一離開 怎麼樣 早速 立馬就怎麼樣呢 私達は 就開始閒聊起來 無駄話閒聊 來一起再讀一下 先生がいなくなると 早速私達は無駄話を始めました 來 下面的 無駄使いをやめて 節約してください 無駄使いをやめて 節約してください 來 我們說到 不要亂花錢了 不要亂花錢了 節約してください 節約一點點 そうしないと 親の残した財産は すぐ無くなりますよ 那你爸媽給你留的那筆錢呢 你馬上就會花光了 來 我們再來把這句話讀一下 無駄使いをやめて 節約してください そうしないと 親の残した財産は すぐ無くなりますから 無くなりますよ 好 來往下面走 這邊還有一個句子 說到 二日間もかけて 書いたものは 無駄掛け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好 這裡用的是一個節約題 是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だ 這句話當中說到的是 かける かける這個電詞是 表示花費 世界上的一個花費消耗 も 你看 花了近兩天的時間 所寫的這個東西 全變成白血了 或者全都白血了 なってしまった 表示一個 有點遺憾的心情在裡面 のだ 強迫的意思是 のです 來我們再讀一下 二日間もかけて書いたものは 無駄掛け 無駄掛け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だ 好 來這個語法已經講完了 來我們來看到下面的新的語法第三條 の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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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一種話題的開場白 其實很簡單 它沒有什麼實際的意思 就是表示你在 開始一個新的對話的時候 的一個開場白 來我們先看一下 第一個 說 すみません ちょっと電話したいのですが のです 不好意思 那個我想打的電話 のです 開場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註解 我們不做過多的解釋 因為開場白這個意思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比方說我們來看到這句話 先生 お話があるのです お話があるのです 那麼這就是一個開場白 很典型的 說 老師 我有話要跟你說 のです うかがっ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那麼這裡用呢 で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其實就相當於以前我們經常所說的 でもいいですか 只是よろしい 比いい 要更加禮貌 同樣でしょうか 也比這個ですか 要聽上去更舒服一點 所以這句話連在一起說 先生 お話があるのです お部屋にうかがっ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那個 老師我有話跟你講 我可以 去向您的房間 或者辦公室 就可以OK 往下走 這邊還有一個新的一句說 実は 私 田中さんと結婚するんです 結婚するんです それは おめでとう 好 我們首先來翻譯一下這個部分 他說其實呢 我跟這個田中君 我跟田中先生呢 要結婚了 作為一個開場白 來首先開始這句話 開始這個對話 それはおめでとう 那這次要恭喜你了 それで先生に なことを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が 來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強調說 老師那個其實我那個 和田中先生呢 要結婚了 那要恭喜你了 所以呢 我們想 に是代表對象 なこと 是表示介紹人 或者是做沒的意思 してる 那麼這個地方變成 て加上いただきたい ていただきたい 其實 這樣隨意的說法是 てもらいたい てもらいたい もらいたい 就是我們可以說成更禮貌的形式 可以說成 把てもらいたい 換成ていただきたい んです 強調這一個事實 就說 所以我們想請老師做我們這個婚姻介紹人 來 我們再把這句話讀一下 実は私田中さんと結婚するんです それでおめでとう それで先生になことをしていただきたい 講錯了 重新講一下 実は私田中さんと結婚するんです それでおめでとう それで先生になことをしていただきたい んですが 好 我們來看到 うんです 這個地方我說了 のです 可以換成うんです うんです 更加口語一點點 好 我們來看到最後一個句子 駅前で個店をやっているんですが 好 開場白說到 我在這個車站前面弄了一個個展 弄了一個個人的展覽 よかったら 如果可以的話 見に来てください 過來看一下 駅前で個店をやっているんですが よかったら 見に来てください 好 OK 我們來看到這個のです 開場白 同樣可以換成更口語的うんです 也沒有問題 うんです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這個句型 第四個 わ わね がい 這些用法呢 我們都是放在這個句末的形式 我們先單獨來看到 第一種情況 我們首先說わ わ 是相對比較女性的說法 所以我們用的時候 女孩說的比較多一點點 我們來看第一個 あら これかわいいわ あら これかわいいわ 你看這個好可愛 好 語氣詞 往下走 じゃ ここ はらうわね じゃ ここ はらうわね わ 本身就是一個語氣詞 ね 表示一個確認的感覺 表示 那這我開始付款了 那我拿這個卡來進行付款了 這是課文當中的原文 他是說 那我這邊開始付款了 來 往下走 首先 這邊說到的這個女性用語呢 用語句末 是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那麼經常會比較喜歡和一些 像よ 或者ね 這樣的語氣詞 做一個搭配用 所以可以構成 わよ わね よ本身就帶有一點點輕微的提醒 所以わよ 可以是強調什麼呢 強調一個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輕微的提醒 ね 有確認的意味在裡面 所以わね就是想 對於說徵求對方的一個統一 わね わよ 我們在下面的句子看一下 他們具體的這個 一些用法 やるべきことがいっぱいあって どこへも出かけられないわ やるべきことをいっぱいあって どこへも出かけられないわ 好 這裡又單独用了 你看べき是應該怎麼怎麼 應該やるべきことがいっぱい 一っぱい是一堆あって 你看要做的事情 有那麼一大堆呢 所以どこへも出かけられないわ 所以我哪都去不了 わ 與其次 好 來看到 這個還是單独用的 待會會有搭配用的 比方說わよ 或者わね 的句型 きょうおかげで本当に楽しかった 好 重新讀一下這個句子 きょうおかげで本当に楽しかった 今日おかげで本当に楽しかった 今天どう回らに あ おかげで どう回らに 對 玩得非常開心 本当に楽しかった 好 下面 最近また物価が上がって困ってしまいますわね 这就是一个征求对方的同意的感觉 那么前面就说最近啊 你看また又怎么 物価又上涨了 又上调了 真的是让人头疼 困ってしまいますわね 往下走到 有的时候加上一个 把音又拖长一点的感觉了 这个说这个演讲比赛 能够拿到这个第一名 真是太棒了 好OK继续看 这个单词是しつこい吧 是没完没了的 这里做成一个副词用了 把音变成了く 变成副词 后面再修饰动词 しつこく言わなくてもいい なくてもいい 之前就讲过 是表示不怎么也可以啊 不用怎么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 结合前面的句子就说 不用那样没完没了的讲 来 外 外其实就是一种疑问的概念 放在句末 比方说到 預金のこと外 你讲的是那个存款吗 預金のこと外 这是课文的原文了 我们先往下面走的 这个是询问 甚至还有反问的语气 是比较什么呢 两种用法都用到了 一个是询问 反正都是表示一种疑问的感觉 来我们看到第一个 もう一回 你看好了吗 可以了吗 もういいですか 就像这种感觉 もういいかい 好 往下走 鈴木という人知っているかい 知っているかい 你知道一个叫做 鈴木的人吗 好 往下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句子 雨なんかするかい 这个比较简单 なんか其实表示 绿菌的感觉 有一点绿菌的感觉 那么雨なんかするかい 哪里会下雨啊 哪会下雨啊 来看到下面 そんなことがあるかい そんなこと 那样的事情 ある 会有那样的事情 そんなことがあるかい 反问的语气比较强烈 そんなことがあるかい 会有那样的事情吗 好的 注意啊 我们刚刚说到了 两个小的用法 一个是 偏女性的用法 可以表示一个轻微的提醒 也可以表示一个确认 另外 就是疑问 疑问当中还可以包有一种 带有反问的口吻在里面 这也是根据对话的时候 可以灵活去变换的 好 我们来看到第五个语法 这个呢 是强调的两个动词 一个叫做 つける和つく 我相信大家 其实在很多的阅读文当中 或者做题目的时候 都会发现这两个单词 经常出现 一个他动词是 つける 自动词 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呢 把它的意思 来 全部把它拿出来 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来第一个 それに消費税がつくと 一千玉が多くて面倒ですもの つく 嗯 这个其实在这里 也表示附加加上什么什么东西 附加 带上什么东西 それに 前面其实有一大段话 没有讲完啊 それに是表示并且 并且还要算上这个消费 消费税 要加上这个消费税的话呢 还会多出很多 一块钱的硬币 多くて 一円玉是一元硬币 要多很多 会有很多 钱帮你会多出很多的一元硬币 面倒ですもの 这样太麻烦了 好 这课文当中的原文 我们再往下面走 つける つく 那么我们强调一下 つける是他动词 那么つく是自动词 来 我们下面往下面看一下 它的第一个强调的是 つける 这个他动词的用法 首先意思这里是写上 记上 或者标注上 比方说第一个 つきの漢字に ふりがなをつけなさい ふりがな ふりがな是假名的意思 ひらがな 假名 つきの漢字に ふりがなをつけなさい ふりがなをつけなさい 请把下面的汉字 给注上假名 标注上的意思 那么我们之前说过 凭假名 骗假名 大家还记得吗 平假名是 ひらがな ひらがな 平假名 カタカナ カタカナ 假名 ひらがな ひらがな 来往下走 その感情は 感情是账单的意思 感情 その感情は 私につけ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请怎么样 把这个账单 记在我的名字上 记在我的账户上 记在 记上 好 OK 来往下面走 看到他的第二个意思 表示抹上 抹上 涂上 比方说 第一个句子是 傷口に薬をつけました に 对象 把药涂在了 这个伤口上面 来往下面走 てもらいました てもらいました てもらう 让に 是对象 让花店 把花给送过去了 但是前面还有一个部分 是カートをつけて カート除了说银行卡 之类的消费卡之外 还可以指 你在送给人家的花上面 给付上的一张卡片 其实是付上 付加添加的 这个意思 表示付带了一张卡片 添加了一张卡片 扎了一张卡片 然后呢 花店呢 把花给送了过去 では 先走 銀行は とても厳しい条件をつけて お客様に お金を かしてあげました 那么前面 前面是表示说 付加了什么条件呢 厳しい是严厉 这里你可以理解成 苛刻的条件 银行付加了一些 比较苛刻的条件 把钱 贷款给了 这个客户 二是对象 再把这句话读一下 比较长一点点 銀行は とても厳しい条件を つけて お客様にお金 お客様にお金を かしてあげました かしてあげました 好的 来 我们往下面走到 还是这个单词 つける 第四个意思 这里提到的是 熟练的 或者是 养成 生长 这一层意思 比方说 这里我们来看到的 第一个 说到 子供の頃から 从这个 这个 儿时起 用意 習慣をつけなければ なりません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对吧 必须 那我们从小朋友的时候 就得什么呢 就得养成好好的习惯 我们从小时候 就得养成好的习惯 なければ なりません 那相对于 最口语的方式 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句子 全部省略 说成最口语的方式 可以说 つけなきゃ なきゃ なきゃ つけなければ なりません 可以省略说成 つけなきゃ つけなきゃ 必须养成好的习惯 在小时候 来往下走 下面 もっと 数学の力をつけないと 大学に入れませんよ 那 这里的 力 在这里当然不是指的力气 是指的是 数学这一块的能力 もっと 是更加 一个副词 程度提高 つけないと ど 表示假设 如果 如果 如果不把这个数学的水平提高的话 这个是表示呢 熟练掌握的话 如果 否定嘛 如果不把这个数学的这个 这个能力提高的话 你是考不上大学的 能力否定 入れる 否定 入れません 好 我们再来读一下 もっと 数学の力をつけないと 大学に入れませんよ 来 第五个意思表示 装上 或者 安上什么什么东西 安上什么什么 来 比方说 这个说到 事務所に 電話をつけました 这个很简单 就是 在这个办公室 装上了电话 安上了 安装上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用了 密室对象 哦 是内容啊 把什么什么东西 つけてください 是 在这里是表示 安安装 或者是 安上的意思 在这里你可以翻译成挂上 或者是 放上 挂上 那么这里是强调是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小的包裹上 在一个这一个小的包裹上呢 挂上写有什么呢 收件人姓名的一块牌子 请在这个包裹上 挂着 或者是挂上那个写有收件人姓名的这个牌子 好 OK 往下面走 这边 つける 第六个意思 是表示打分 或者起名字 来这边说到第一个说 私の名前は 祖父が付けてくれたのです 私の名前は 祖父が付けてくれたのです 这个 我的名字呢 是这个 我的祖父 给我起的 でくれる 为我 起的 はい 往下走 この先生は とても真面目的 学生の食材に 全て点数を付けています 来 这个老师因为非常认真的 连接 然后呢 给 你对象 给所有的作业 都给 加上了分数 都给写上了 标上了分数 打上了分数 OK 我们再把这句话读一下 この先生はとても真面目的 学生の宿題に すべて点数を付けています 付けています 来 往下走到 つける的讲完 我们换成 つく 自动词 来 看一下它第一个意思 这里是表示 留下 记下 什么什么东西 好 我们知道 这个自动词的话 注词一般偏向于什么呢 应该更加偏向用注词 が 的情况 来 我们看到这个句子当中 说到 文学の道に 彼の足跡が ついています 那 他在这个什么呢 に 对象 が 住词 ついている 是状态 留下了 他在这个文学的道路上 或者在文坛上 留下了他的印记 彼の足跡 彼の足跡 我们再读下这句话 文学の道に 上面上 记上 好 第二个 这里是表示 沾上 粘上 来比方说 白いシャツに インクが ついています インク 是表示 墨水的意思 那 什么地方 沾上了墨水呢 白色衬衣裳 沾上了 这个墨水了 白いシャツに インクが ついています ノリをたくさん つけたので もうしっかり ついていって 取れないよ 那 这个表示 沾上了 浄火 沾上了 很多的浄火了 所以 怎么样 もう 已经 牢牢的 しっかり ついていって 牢牢的 都给 粘住了 取れないよ 都已经 弄不下来了 沾上 弄不下来了 好 我们再来 把这句话 读一下 ノリをたくさん つけたので もうしっかり ついていって 取れないよ 取れないよ 好 来 我们看到 第三个意思 这里说 付加 添加 付加 添加 追加 可能都有 这个意思 比方说 この教科書には テープが付きます この教科書には テープが付きます 那 这份教材 是有 这个 磁带的 有 这个 随书的 这个 磁带 付加 添加 的意思 その お金を 借りるには 厳しい 条件が ついています 对 要 这个 钱 是付上了 比较 苛刻的 条件 银行方面 是有 这个 比较 苛刻的 条件 来 我们往 下面 走 这个 第四个 是 掌进 提高 和 养成 三 この この 子 は だんだん 力が ついて きます ついて きました 过去 是 ついて きました 好 我们这里 强调 是 渐渐的 怎么样 那孩子的 力气 渐渐的 大了 起来了 表示 提高了 来 往下面 走 这边 悪い 癖 癖 习惯 悪い 癖 是 坏毛病 坏习惯 悪い癖 全都用到贴心 安くて つきやすくて 动词连用性加 安い 表示 容易 什么呢 养成 但是呢 又不好改 治る 是表示改正 或者修正的意思 治りにくい にくい 難易 正好是一组 安い 易于 にくい 難易 易于养成 但是 难易 把它给 改掉 好 再读一下 悪い癖 つきやすくて 治り にくい です 好 来到第五个 表示安装的 这个句型 浴室 浴室に シャワーが ついています 这个 很简单 就是安装的 这个领域 浴室 浴室に シャワーが ついています 都会 都会から 離れた 農産村にも 電話が つきました 好 这个 三村 什么呢 远离から 何何から 離れた 远离 远离城市 的 这个 三村 也安上了 電話了 電話が つきました 好 第六个意思 是表示 跟随 跟随 什么 去年の夏休みに 親について 旅行しました 去年の夏休みに 親について 旅行しました 这个 暑假的时候 时间词 来 跟着爸妈呢 去旅行去了 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这个暑假 跟着爸妈去旅行了 先生の後について 偉大 是表示偉大 或者了不起的意思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意思 来我们看到第一个 それは偉いね 真是太厉害了 往下面走第一个 看到偉い的意思非常多的 比方说到 第一个 了不起 偉大的 来 第一个 我们说到 日本にも ノーベル賞を受賞した ユガワヒテキをはじめ ユガワヒテキ ユガワヒテキをはじめ 多くの偉い学者がいます 好 来 我们刚刚讲到 ニ も が います 在日本 有什么什么东西 多くの偉い学者がいます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 偉大的学者 那么前面 还有一个修士句 ノーベル賞 是表示 ノーベル賞 ノーベル賞 を受賞した 的人物名词 ユガワヒテキをはじめ い什么什么 おはじめ 是表示 以什么什么为首 以什么为代表 来 我们结合前面的句子 一块来看 在日本呢 以 有荣获过 ノーベル賞 的这个 汤川秀术 为代表 有很多 众多的 伟大的学者 这个意思 来 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 日本にも 日本にも ノーベル賞を受賞した ユガワヒテキをはじめ 多くの偉い学者がいます 好 下走 あの あの子は将来偉くなるよ 那孩子将来可了不得 这个意思 不得了的感觉 了不知 偉くなる 偉くなるのよ 好 来 完了之后呢 第二个 偉い呢 这个了不起 偉大的 还可以指这个身份地位上的一个地位高 或者身份高 还有一个尊敬的语气 来 我们来看到 这个 第一个句型 学部で一番偉いのは学部長です 学部長です 学部大臣当中 地位最高的大臣 大臣 好 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单词 総理大臣は国務大臣の中で一番偉い大臣です 好 我们往下面走 第三个 这边是表示有一点点贬义的感觉 表示一个事情 这个糟透了 或者一般就是不写汉字的这种情况还比较多 有的时候还有那种相对有那种太変的感觉 来比方说这个句子 啊 偉い天気になりました 你看天气又开始变糟了 偉い天気になりました 好 来 往下面走 今日は偉い目に会いました 今日は偉い目に会いました 其实这个单词是说的 目に合う 目に合う 原形是 目に合う 是表示遭遇的意思 那么偉い目に合う 是可以表示遭殃和倒霉 今天真是够倒霉的 这种表达形式呢 除了说偉い目に合う 还可以称成 ひどい目に合う 也是表示 糟透了 ひどい 好 写在这边大家看一下 ひどい ひどい ひどい目に合いました 倒霉 倒霉 或者是遭殃 今天真够倒霉的 好 来 我们往下面走 今朝 今朝バスは偉く混んでいました 今朝バスは偉く混んでいました 今天早上这个巴士里面真是太急了 急得不行 太変 那种感觉 偉く混んでいます 非常拥堵 非常拥挤 好 第四个意思 那表示一个程度 来 我们看到这边呢 程度当中也是表示不写汉字的情况比较多 来 看到第一个句子 电車は偉いスピードで走って行きました 电車は偉いスピードで走って行きました 这个呢 是在这个 这个电车呢 用非常快的速度 或者以超快的速度 再开过去 走って行きました 帰了过去 来 で 行きます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大家还有印象吗 就是 動作定心家 行く 可以表示方向的 游近及远的感觉 是开过去 以 非快的速度 开了过去 来 往下走 就是程度 表示非常好的一部相机 彼は音楽が 音楽が偉くできます 偉く 还可以表示 他的这个程度 强调是能力 那么 彼は音楽が偉くできます 强调他的音 他的音乐这一块非常厉害 彼は音楽が偉くできます 好 我们来看到第七个语法 这个形式名词 はず はず呢 他基本上是放在这个 句的最末端的 说はずです 进行结尾的 那么前面呢 可以表示是 说话的一个推测 那么他的意思呢 有分为这么几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这个 课文的这个原文部分 第一个是说的 それぞれのカットには 特典があるはずだが はずだが はずですが 或者はずだが 都可以 我们说特典 是表示优惠 那么像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优惠 には 是在什么地方がある 什么地方有什么 又是那个句型 表示在各种的优惠卡上面 或者在各种的银行卡 或者是百货公司购物卡上面 应该都会有各自的一些优惠活动 OK 是这样子的 来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 それぞれのカットには 特典があるはずだが はず 应该 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接词 前面的名字的话 一般用no的形式 那么如果像其他的 特别像动词的话 用动词普通题就可以了 那形容动词 还有形容词的情况下 可能也会用的 但是我们记得这里强调 它们的现在时和过去时 以及动词的现在过去时 和持续体的后面 可能都会用到这种形式 好 我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呢 说到了这个应该怎么怎么 应该 那么这里是表示一种推测 看到没有 然后强调是 以前面掌握到的 这个事实为一个基础 进行的一个推测 应该 理应是这样子的 来比方说 第一个句子说到 说 今日は日曜日ですから どこでも休みのはずです 今日は日曜日ですから どこでも休みのはず 休み是名词 所以他用了一个 の はず 结尾 那么表示 应该什么呢 你看因为都是 今天是这个周日的 所以我想应该 哪都是在放假的 哪都应该都是在休息的 好 来往下面走 三時の飛行機だと 言っていましたから もうそろそろ出かけるはずです 好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一些句型 还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这个句型 说 それぐらいのことは 子供でも知っているはずです ぐらい ぐらい 表示程度 强调 像这样的事情 这种事情呢 那 哪怕是孩子 应该 也是很清楚的 或者 应该孩子也是很懂的 或者知道的 来 来 这里都是表示一个推测 来 我们再来把这个句子 读一下 それぐらいのことは 子供でも知っているはずです 应该也是知道的 应该是明白清楚的 来 我们往下面走 第二种情况 那么 这里是表示一种 记忆的感觉 确信一件事情 那 我们这里 前面呢 最大的特点 就是因为 它是在记忆当中 去说到前面的一些事情 所以 它这里用的是过去时 表示 它记忆当中 我记得 应该是这样子的 记忆的概念 我记得 应该是怎么 前面接动词的 过去时 好 我们看到 第一个句型 来 我们说的 平时我们说 amari 那么还有用形式 可以说成 amari 意思一样的 其实这个否定 表达不太怎么 不怎么 因为都没怎么看书 没怎么学习呢 所以 我想 这回的考试 应该是不会考得太好的 umaku ikku 这个点词说的是 看到这个地方 umaku ikku 是表示很顺利的意思 那么umaku ikanai 是表示 不会那么顺利 那么 这里是用的过去时 这里强调 在记忆当中 我记得是 那看到没有 强调的是 我记得 应该 怎么怎么怎么样 表示一种记忆的感觉 所以记忆 我们在结合前面的句子 相当于 因为这个最近 没怎么看书 所以我想 这个 这回的考试 应该是不会考得太好的 好 来 我们往下面走 这边 还有一个句子 kari ta hon va 全部 kai shita hatsu na no ni hatsu na no ni hatsu 动词用的答形 来 完了之后 no ni 是表示一个 明明怎么 却怎么怎么 之前提到过 你看 这里有一个na 因为这个no ni 在表示 这种转折的时候 前面是名词的话 因为hatsu 是一个形式名词 所以这里加了一个na 的一个语法接续方式 构成了hatsu na no ni 你看 我记得 什么呢 应该是把借贷的书 全部都给还回去了 但是 图书馆から まだ kai te inai dou yu reinlaku ga arimashita 首先 kara 是表示 是图书馆那边 给我联系 说什么呢 dou yu 表内容 说 你那个书还没有还 所以 前面 na no ni 才会有明明 怎么却 怎么的 这种感觉在这里 我们再来翻译一下 明明呢 我记得 应该是把书 全部都 这个还回去了 但是图书馆那边 给我联系说 我书还没有还 这样子的 来 我们看到 下面第三种意思 那么 这种强调的是 一个预定 或者预计 应该是这样子的 预定 预计 应该是这样子的 来 直接我们看句子 第一个 先生の話では 今日の講義は早めに 早めに 是表示 提早和提前的意思 終わるはずだった だった 我们看到 这个形式名字后面的 是 でしだ 变成了 だった だった 是 でしだ 的 比较普通 普通的表达方式 简体 の 后面 のに 又是这种感觉 又是明明怎么却 10分も オーバーしました オーバー オーバー 是表示 拖延延迟的意思 那么就是说 老师之前 是 讲了 什么呢 今天的课程呢 会 提前的 结束的 但是却 拖延了 往后拖延了 10分钟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句子 先生の話では 今日の講義は 早めに 終わるはずだったのに 10分も オーバー しました 好 下面还有一个句子 飛行機は 11時に 到着するはず 嗯 我觉得 应该 是 飞机是 大概是 11点钟 预计是 11点钟 样子呢 抵达 到着 到着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再读一下 飛行機は 11時に 到着するはずです 好 OK 是关于はず的意思 给大家 都讲完了 我们来记得 はず 它是一个形式名词 然后后面 如果特别像 这种のにのに的情况 一定记得加上 な はずなのに 明明应该 觉得是什么样子 却 怎么怎么样 这种转折的关系 来 我们来看到 第八个 第八个 这个用法强调的 看到 我们先看到 这个语法部分 是にしてみれば にしてみれば 前面一般都是呢 大部分 都是接一些 人物名词为主 表示强调一个人的看法 从他看来 觉得一件事情 是什么样子的 来 我们来看到 第一个 句子 クレジット会社 クレジット 之前 讲的 一个 单词 是表示 信用 信用 那么 クレジット会社 是信用卡公司 怎么样呢 来 クレジット会社 你してみれば クレジット会社 你してみれば 他社 のカード と サガツ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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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サ是区别和差别 ツク 连在一起 这个小短语 サガツク 是强调家语区分和家语区别 那么 这个地方 都是 与 他下 他下 是其他公司 所以连在一起的意思 就相当于 在这个 信用卡的 这个公司看来 在他们看来 觉得 这个 是与其他公司的 这个持卡 能够 加以区分的 一个地方 来 我们这个 在课文当中 还会看到 这个句子 我们到时候 在关心 他到底是讲了 什么东西 去加以区分 来 我们看到 这个词组 にしてみれば 前面一般讲了 接续呢 看到我们前面 大部分都是强调 谁谁谁 或者是 站在 谁谁谁的 这个立场上 去考虑 来 作为什么什么来看 或者是 作为什么什么来说 在什么什么看来 都是 这样的一个翻译手法 我们再往下面看到 大部分是 借人物名词为主的 而且这里 还有一点提到的是 往往 强调词人的看法 与其他人呢 有一点点不同 或者是有差异的 比方说 这个句子 君にしてみれば これは大したもの じゃない だろうけれど だろうけれど 私にとっては だからです 可能在你看来 在你看来 觉得这 大した 是不得了的 不得了的 然后呢 じゃない 配合否定 那表示说 可能在你看来 觉得这不是什么 大不了的东西 だろう 把 けれど 是表示转折 但是 にとって 对于 但是对于我来言 对于我来讲的话 这 就是个宝贝 好 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 君にしてみれば これは 好 重新这里弹出来了 好 再来试一次 好 再来读一下 君にしてみれば これは大したもの じゃないだろうけれど 私にとっては 宝です 今にしてみれば あの時がある あのあのあの じゃあそろ 今にしてみれば あの時が あの人に あった最後です あった最後 だ最後 だ最後 可以表し 说 这个见到他之后呢 就再没有见过面了 自从怎么怎么样 之后就再没有 怎么怎么样 来 前面 是 今にしてみれば 从现在 就是 现在看来 现在看来 那个时候 是 最后一次 见到那个人 现在看来 那时呢 我是最后一次 见到那个人 好 往下面走 母にしてみれば 母にしてみれば これは 無駄遣いです 無駄遣い 之前讲了 就是浪费的意思 那么在妈妈看来呢 这就是等于是浪费 母にしてみれば これは 無駄遣いです 记得 にしてみれば 前面 看到 这人物名词的情况 比较多 那么像 今にしてみれば 现在看来 这种情况 也是会有用到的 以人物名词为主 好 OK 我们看到 下面 第九个语法 好 我们看到 这条语法 では いられない 或者单独用 で いられない 的形式 一般是表示 不能 不能怎么怎么样 那么 这个句型当中 有出现到的 两种形式 一个这里提到了 一个就是 你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标题部分 是 では いられない 还有一种形式 可以说 でばかりも 或者 でばかりは いられない 的形式 这个形式 分享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说 用 でばかりも 或者说 でばかりは いられない 的这个形式 那么 用法上 有一点点不同 我们在句子当中 来看待一下 首先看到 用到第一种 还是书上的 原文的标题部分 说的是 ではいられません 不能怎么怎么样 我们首先看到 第一句话 急ぐので 明日待って 明日待って 待ってはいられません 因为 太过于紧急了 所以呢 待 到明天 待ってはいられない 那么 でば いられない 这个表示 不能 不能等到明天 这种不能的感觉 一般是强调 由于事情太过于 紧急 不能让这样的状态 保持下去 感觉 还要做些 其他的一些 附加的动作的感觉 好像才行 是这种的 状态 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还有一个句子 说到 みんな 僅いているので 私だけが そばで 休んで ばかりも いられません 我们来看 这种形式 前面呢 ので 原因 因为大家 现在都在工作 都在工作着 那 私だけ 紧紧 そば 在边上 休んで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用到的 でばかり 以前说 でばかり 其实可以表示 只做这个动作 光 怎么怎么 直 怎么怎么 那后面 在街上 も いられません 构成了这个 でばかりも いられません 的形式 就表示 不能光 怎么 不能直 怎么怎么 那 结合前面的句子 就相当于 因为大家都在上班 所以呢 我不能一个人 在一旁 总是在那 休息 什么都不做 这种感觉 不能让这种状态 保持下去 总要做些什么 其他的一个动作 好 来 我们来往下面 看到这边 还有 明日 明日 試験 だから 遊んで ばかりも いられません 同样也是 一样的 首先用到提醒 说 遊んで 在街上 ばかりも いられない 表示不能直 在那 光 在那 完了 因为明天要考试 所以不能 总是在那 完了 明日 試験 だから 遊んで ばかり はいられない 记得 单独用 是 de では いられない 表示不能 不能怎么怎么样 deばかりも 光 止 deばかりも は deばかりも 或者 deばかりは いられない 表示不能光 怎么怎么 不能止 是怎么怎么 的意思 好 OK 第九个语法 終わりました 我们来看到 第十个 ガッと言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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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其实表示 一种 转折 但是 虽说 但是 这种感觉 我们来先看看 这句话讲的什么 ガッと言って やめてしまうと serviceの点で 見劣りがする 好 课文到原文这里提到的是 虽然这么说 但是 やめてしまう 在这里是表示说 如果放弃这一项业务 或者放弃这一项 对客户的服务的话 ど 假设 那么 serviceの点で 从这个 服务的这一点来看 見劣りがします 会显得相对很逊色 或者是 显得非常的逊色 好 我们再来读一下 这个句话 ガッと言って やめてしまうと serviceの点で 見劣りがします 好 下面 这个关于 ガッと言って 这个词组呢 意思相当于什么 以前我们就说过 关于这个 そう ガッと言って 一样的 相当于 虽是那样子 但是 这种表转折的关系 是非常明显的 后半部分 他这里提到 还经常会跟 よくない 这种 表示否定的 句型搭配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里相当于 虽说如此 但是也不可以 怎么怎么样 虽说如此 但是也不能 怎么怎么样 不合格の学生が 可哀そうです ガッと言って 合格させる 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来看一下 前面是表示 虽然说 ガッと言って 虽说这个 不及格的学生呢 是很可怜的 但是 合格させる 实行 让 怎么怎么怎么 让其合格 但是后半部分 有一个 わけにも わけにも いきませんし 表示不可以 虽然说很可怜 但是也不能 因此而让它合格 来 不能因此而直接 给它 给它 合格的分 哎呀 最后把这个 中文翻译的部分 再重新讲一下 刚刚讲乱了 虽说 不合格的 考试不及格的 这个学生呢 虽然是很可怜 但是也不能 什么呢 わけにも いきません 也不能因此 而直接 给它一个 合格的分数 好 来我们来看到 这里就用到了 这个呢 がといて 配合 よくない 这种表达形式 虽然说 这个 生病的人呢 怎么呢 休んで いなければ いけない なければ いけない 必须 所以说 生病的人 必须得好好 休养 休息 但是呢 よく よく 是表示旁边的意思 那么よく 在这里 还可以表示说 躺在 躺在一边 躺下的意思 よくになってばっかり でばっかり いる 总是怎么 でばっかり どんつていしんじゃばっかり 总是怎么 いる 的状态 那么 虽说 生病的人呢 应该是 好好休息 但是 总是躺在边上的话 还是不太好 总是躺着 也不太好 这个意思 好 がっと言って 下面句 お金を無駄遣いしないように 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がっと言って 使うべき場合に 使わないのも ダメですよ 用に 是表示 希望对方尽可能 怎么怎么样 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请对方注意 怎么怎么怎么样 那么 结合前面 お金を無駄遣いしないように 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请注意呢 不要太乱花钱了 花钱要有所节制 がっと言って 所以说 花钱呢 要有所节制 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使うべき場合に 使わないのも ダメですよ 但是 如果该花的情况 不花也是不好的 ダメですよ 不可以的 不行的 来 我们一起再读一下 お金を無駄遣いしないように 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がっと言って 使うべき場合に 使わないのも ダメですよ 好 がっと言って 记得 经常会搭配 这种否定形式 一起使用 虽说 但是也不能 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